你听说过神庙吗 朱节上回 范贤带领海棠朵朵和王氏三郎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神庙 原来这里压根就不是什么仙人居所 而是科技感爆棚的军事博物馆 它的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太阳能板 难怪肖恩说它是突然出现的 原来是因为极业到来时 它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太阳能 所以被迫关闭了电源 当极昼这半年到来 它才会冲上电骤然启动 而肖恩所说神庙大门之上所书的蝌蚪文 其实就是它的中英文名称 相比于范贤 海棠和王氏三郎对于神庙 还是有着极深的精神崇拜的 两人正要匍匐膜拜之际 范贤却直接拉着二人闯了进去 一入神庙大门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先锋盗鼓的老人 漂浮空中注视着他们 海棠和王氏三郎不由自主地跪地开始磕头 而范贤却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他发现此人其实是由一个个光点 晦计而成的影像 老人开口向他们问话 而范贤却直直地走向老人 并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 果不其然 这只是一种全息影像罢了 海棠和王氏三郎 见到范贤的举动十分震惊 他们害怕先人一怒 后果难料 但见范贤没有异样 他们也恢复了理智 毕竟三人有着同生共死的友谊 再加上他们都知道 范贤的母亲来自这里 所以他们还是更相信范贤的 范贤嘱咐他们去寻找五竹的下落 自己则闯入了主机房 找到了控制这座军事博物馆的中枢 主脑A2 获得了神庙和这个世界的全面信息 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以及叶青梅和五竹的叛逃 神庙使者们已经被损耗殆尽了 唯一剩下的神使就是自主回到神庙 寻找记忆的五竹 而如今的五竹也已经被格式化 丧失了所有记忆信息 正在充电修复 所以他们才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轻易就进来了 很快 王十三郎拖着装有五竹的休眠舱 来到了大厅 那个全息影像老人 见三人不容易受骗 便提出要吸纳他们作为天脉者 海棠和王十三郎都接受了神庙的加持 可范贤却直接拒绝了 他很明确自己前来的目的 那就是唤醒五竹 跟自己回京复仇 范贤的拒绝让主脑 AI将他裁定成了对神庙有威胁的人 休眠舱里的五竹 瞬间被唤醒 并一千次串了范贤的身体 所幸五竹已经进化出了 人类才有的情绪和情感 他凭借着对范贤的熟悉感 并未下杀手 否则范贤早就死在他的突然一击之下了 五竹没有听从神庙的指令下杀手 范贤三人便暂时退了出去 范贤心痛之余又充满了绝望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这个一出生就在保护自己 陪伴了自己二十多年的亲人 哪怕明知对方只是个机器人 范贤一边养伤 一边私存着带走五竹的方法 他突然想到 五竹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他既然选择对自己留守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左右他的思维 这种东西既然能强大到 让五竹对抗神庙的指令 也许就是自己带走五竹的关键 或许当年的叶青梅也是发现了这点 才成功将五竹带离神庙的 想到这里 范贤兴奋了起来 他不顾海棠和王十三郎的劝阻 准备载入神庙 同时他也带上了四顾剑的骨灰 按照对方的遗愿 将骨灰撒在了神庙前的石阶上 仿佛宣示着四顾剑这个车 也完成了到此一游的壮举 随后范贤再次来到神庙 而五竹似乎也在等着他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